Hello 大家好 我是國際媒體中文軒 我相信我受過國民義務教育的人 有上過社會課的人就知道 台灣的自由民主得來不易 這現在既然都已經有投票權了 手投足你有投票權 你不投票你要幹嘛 如果投票當天我滑開手機 我看到你還在給我吃喝玩樂 我就跟你媽媽講慢慢抓起來 如果你不想讓人家決定你的未來 你就是要說話讓人家聽到啊 現階段可以讓人家聽到你說話的方式 就是1月11號要投票 因為我畢竟也是手投足 我也會回家投票的 要快樂耶